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很堕落 我现在一进商店 我上次还问学生呢 我说你们猜我要到连卡佛 我去什么地方 他们学生猜不出来啊 后来我才告诉他们 我就去看灯啊 看家具那个地方 我不买 我就看一下挺好的 可是有点奇怪 徐子冬老师是教中国文学 怎么叫学生猜你去逛那个商店 去看什么地方 跟鲁迅有什么关系吗 看灯 你最堕落是这样 不是最堕落是去看家具 这是最大的堕落 连卡佛路学 怎么问学生这样的问题 是吧 好 因为我想引出设计跟美学的关系 前涉到蔡元培 美玉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 邏輯是这样来的 臭老酒是怎么来的了 我要说呀 请你们评评加剧市场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啊 我觉得让很多人听了之后啊 尤其是我有些朋友 我比较喜欢结交有钱人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 这么先看看这个照片吧 是我非常崇拜的伟大的画家 达芬奇 可惜呢 这是一个什么做家具的卖家具的一个牌子 一个店 北京唐女士花了两百八十多万 在这个店里买了四十多件意大利高级家私 你再看下边 说是一沙发三十万呢 一个床啊十多万呢 结果被记者发现 这个所谓意大利的这个名牌 这个床你看没有 跟东莞长丰家具公司展厅里 这公司做的一模一样 后来这东莞长丰公司说 就是达芬奇跟他们订的货 让他们做的 然后你再看 这是里面的内容 达芬奇密码 达芬奇密码 这长丰公司就说了 这长丰公司到兜底啊 跟这个追踪的记者就讲了 说这是达芬奇公司给我们提的要求 他们说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说达芬奇公司跟我们说了 能不用木头 尽量别用木头 所以都用那个树纸啊 高密板 说能不用手工雕刻啊 就不要手工雕刻了 唐女士买的那个 还说是用一种意大利的什么 白洋荆棘 只有那一个地方才有的这一种木头 手工雕的 什么手工 我这眼镜才是 我这眼镜不是手工 就是说手工 实际上呢 是倒模 一个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最后呢 但是你知道啊 我跟你说 这个民意啊 从一个叫这个作业本的微博里 就可以体现出来 作业本又来了 真恨那些揭露达芬奇家居的媒体朋友们 干嘛要揭穿人家 让那些傻帽去买三十万一张的床 多好啊 人家达芬奇 能把三万的床 当三十万 卖给中国的傻帽 那是人家的本事 干嘛得揭穿人家 让他们一直去买不好吗 让傻帽们继续去买那些 繁琐丑陋的欧洲家具 和美其名曰国家级奢侈品呢 让他们一直就这么傻 这多好啊 我觉得那个作业本说的话 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我们在大学修课的话 我记得读过一门啊 市场学 其中很大部分 整门课有半个学期的课 都是教你怎么样把便宜的东西卖成贵的东西 对 他教你看这个市场 怎么样可以把同样的东西卖给不同的人 按照不同的价格 只要在合乎法律的要求上面来进行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嘛 那这个什么唐女士 有点假如只是这样看的话 他要怪自己的要求 或者说品管不散 他买之前应该问清楚 到底是哪里做的 还是只是从哪里进口而已 说了都告他了 都告他了 他说 这唐女士说买的时候 那边店里经理说了 都是这 这要不是说意大利白洋经济吗 只有意大利那地方 都是这么聊的呀 这是两回事 这个有钱人 这个虚荣炫富 这个活该 这是一回事 作业本身 湖南农民运动的那个角度 但是商品打假 这个是牵涉国家法律的 我很佩服这些记者 我仔细看了他这个报道 因为我买过达芬奇的东西 所以我很注意这个报道 他潜伏六个月 他们还 因为唐女士的抱怨 他们就到他的总公司 上海的公司 什么地方去查 查他的东西 还找到意大利的公司 也有这个公司 也有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都有 他们是经过很反复的一套程序 最后才找出东莞这个生产 这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是商业保密的工作 做得不够好 你看你这个东西里边很多程序 明明是农民手装出来 他最后又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保密的很好 可口可乐也是这样 很多赚钱的东西 他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保护法 达芬奇就在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地道 泄密了 你想他合作的厂居然把他的料都爆出来了 肯定他中间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没做好 可是假如那些我不太知道 达芬奇整个企业规模的定位什么样 假如他是一个国际企业的话 他是上市机构 很多材料坦白讲 也你没办法保密的 你什么样的出口 那生产在哪里 工产在哪里 怎么样做 其实是不太困难去查得到的 但是我给你报告一下 马博士 他说什么 达芬奇公司是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严格保密 双方跟这个东莞的长峰公司 专门设定了联系的专用电话 跟中美专门的电话 那为什么这个东风现在又把他报信 派专员进行沟通联络 然后达芬奇给长峰公司的 这个预付款明细账显示 达芬奇声称 从他公司里进的是什么东西呢 布板啊挂架啊 这些小布件不是家具 但是长峰公司的负责人说 我估计这两家 没准因为什么事就掐起来 这负责人说呀 其实达芬奇从他们这买的就是家具 账上不敢写明 主要就是怕泄露真相 你看这个长峰公司的总经理 彭杰嘛 说跟记者讲 我就是这点让人民群众 非常感叹 感叹什么 就感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种聪明 其实要不说中国人能得诺贝尔奖 你知道吗 他是同一种聪明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聪明 用在哪 我都想不到啊 达芬奇公司啊 把这个家具从深圳口岸出港 运去意大利 运到意大利 冒着被索马里海盗抢劫的风险 还要我们海军保护 再从意大利运回上海 从上海报官进港到国内 就有了全套的进口手续 就是成为达芬奇所说的百分之百 意大利原装国际超级品牌家具 所以从字面上他没错 叫原装意大利进口 你看他装好了 没动过叫原装意大利进口 所以这完全没错 他一点就对天发誓都没有错 你注意啊 达芬奇公司现在啊 否认 对 反正没承认 等着说我们要开新闻发布会 我预测他们这个新闻发布会 大概也会往你们说的这两个方向去聊 而的确这是合法 因为在香港啊 我告诉你香港 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消费社会发展 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不确定 香港80年代完全的发生一模一样 的事情 一模一样 就是说这样撈一圈 那时候从法国来意大利 日本来的也是被揭发 他根本不是在那边坐 他在东南亚坐 在台湾坐 然后就运到日本 然后再过来 就是说是日本进口 那后来呢 香港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成立消费者委员会 那是七零年代末期 消费者委员会 他有权利去检查 每一个就是说去检验 每一个东西来公布 他有一套标准 那另外一个就是修法了 你要清清楚楚写明是怎么样 哪里来进口还是哪里做 所以假如我们在香港去好的公司 百货公司去商店去看 经常等于学英文的 你要看清楚了 你看到不小心一看到西装写着什么 意大利这个字 你要看清楚 他有几种做法的 一个是说在意大利寄照 一个是说被意大利启发 白 就是说被启发 那就 这都行啊 对 他这样写 被启发 还有意大利风格 然后进口 进口就是可能从别的地方绕着意大利 所以你去香港逛书店 基本上你要带着一本字典才行 万一不太熟还要翻一下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合法的 当然有点不太道德 很容易会误导 可是作为消费者 自己也要本身承担你消费的责任 就是说你要掌握那个情报 掌握的情况 徐老师不是也买了达芬奇吗 徐老师挑的都是贼眼 挑的好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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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买里边便宜的东西 他里边 我去的时候 他的营业员也是这样说的 一 二 三 四层 是美国和意大利的 所以东西很贵 但第五层呢 同样的东西就便宜很多 那他告诉我这是广东生产的 样子是一样的 然后广东生产的东西 它是出口去的 你现在要去美国 欧洲的家居店 它的顶楼的一层的家居店 很贵很好的家居 你一看都是中国生产的 换句话是这样过去 全世界材料 劳力来自第三世界 符号来自欧洲第一世界 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方法有很多种 美国呢 它是要求你标明生产地的 欧洲呢 我跟你讲 欧洲没有得很 它没有那么严格的标明生产地 所以在欧洲的市场上 你买很多东西 你去看 价钱贵的就是意大利的 四亿等就是东欧的 便宜的就是中国的 香港 我告诉你 你到里边买衣服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 你只要找不到哪里生产的 就是中国生产的 有问题 不是 因为内地游客来 谁都有个共同的愿望 买东西回去送人 别买一个made in China 所以所有中国生产的 他们就把这一条剪掉 在香港 我相信这是非法 Polo什么 那是唯非吧 但是要是意大利 所以有人概括出一句 香港啊 香港的文字能力啊 它叫意识形态 大陆风情 意识形态 你以为是我们讲的革命 唱红歌意识形态 不是 它是 事事形式的事 就是意大利式的形态 哦 意识形态 大陆风情 这就是香港人的意识形态 哦 那 长风公司这个就是 东莞制造 罗马运输 哈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是去福建某些地方的时候 当地人就跟我讲 说我们这儿出去在外国混的人 比较多 所以你一看这儿生产的服装啊 全是那个什么 拉菲尔什么不是 拉菲尔红酒啊 反正全起一个外国名字 可是实际上呢 根本是就在这个本地生产的 但是呢 它也可以说是进口的 因为什么呢 它真的是去外国注册的 嗯 你明白吗 比如说你像这个 他们说了一个 咱们在机场都经常见到一个牌子 意大利的卡尔丹顿 嗯 这是 常看到 名牌 对吧 然后呢 记者就查 哪里名牌啊 卡尔丹顿 你听过一样的意大利牌 哎呦 我常看到卡尔丹顿 你没坐过飞机啊 你没坐过飞机 我看到过 但是这不是意大利牌子 卡尔丹顿 是 绝对是 是真的 不能这么说 反意大利人不知道 意大利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记者知道了 我们的记者去意大利问 问意大利品牌协会的主席 说你听说过卡尔丹顿 在你们这很出名吗 从来没听说过 对 我们这协会没没这号 但是啊 但是到商标局你去查 有 有呢 而且是这个卡尔丹顿呢 是后在意大利注册 先在香港就注册了一道 注册的人是个名字 YMSUWA 申请地址在香港 你知道吗 第一次是在 烧鸡弯 YMS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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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是谁啊 严小华 YMSUWA 是一个叫严小华的人 那么你看 他注册了呀 他注册商标在意大利 那么 他是意大利牌子啊 你看 他不像是另一个 你知道吗 在北京还 我还常见一个意大利品牌 北京很多意大利品牌 我在北京还常见一个叫 吉诺里兹嘛 吉诺里兹 这个多年的这个名牌 现在一查呀 他的注册地是哪啊 北京门头沟区 巴姆宴村村委会 还88号 这88房 这个有点逻辑 就像在纽约唐人街 开了一个商店 它当然也是美国的东西嘛 可是你去纽约唐人街商店里面 买一个保际碗 带回来 你不能代表这是美国货嘛 这也是中国货 对不对 但是我这么想 你这个是不是也有点窃勾着猪啊 你要这么一说 很多他们玩资本游戏 那个上市公司 对对 过去什么黄光玉他们 那不都是在离岸某个什么岛上 对 你住这 你说你的公司 毛里求私啊 对啊 你不是中国公司 是国际公司 你不是玩大的人吗 你不也玩这个吗 对 从来就是这样 从来就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东西 就是没玩好 上上下一些关系没弄好 所以现在 这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很为难的一个决定 马威都现在就建议嘛 他说这个奢侈品啊 应该免关税 因为奢侈品 中国的奢侈品不免关税呢 以至于中国的 现在奢侈品消费力很高啊 拳头跑到外面去买 因为你明白着 随便把一个东西 比如说LV 他如果在香港买 是一万块的话 在大陆是一万三千块 在巴黎就是七千块 对 对不对 那傻瓜都知道 现在至少到香港来买 对不对 然后大陆的这些名牌店呢 等于是暂停 洗脑 他就帮你洗脑 就使得大陆的人 除了他们说 我在上海问过 我说你们那些LV啊 Gucci在上海开的 有人买吗 他们说有人 统计了一下 大部分是三线城市的干部 带着小蜜来买 自己不能出去 做生意的人 跟真的一些有钱 都在外面去买 所以马威都的意思说 国家现在损失很多亿 使得那么多的人 到外面去买 但是国家也赚钱 因为税 你要是取消的话 因为高税有个好处 限制富人嘛 我们原来的宗旨 是保护穷人嘛 你这些富人 就像你刚才说 那卓越本说的 这些傻蛋 活该啊 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 他本来就明知明高 让他去被他斩 斩了也活该 是不是 符合这么一种民众 民众心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两面 要是我们今天的 大陆的这个高档的消费品 就是真的那个 意大利的名牌 趴下来的话 给那些假名牌的打击 是致命的 我们民族 所以很怀疑 我是很怀疑 第一个是说高税 不一定能够惩罚有钱人 有钱人是不怕高税 高税率 奢侈品高税率 是惩罚了中产阶级 新兴的城市的中产阶级 他想改善生活 想这个享受一下生活 他要付很高的税 另外一个 就算他减低税 人家可能还是来香港买 为什么呢 这个有一个部分我们控制不了的 不仅是怕假 我说就算没假 OK 我们用台湾的例子 因为国外那些大的名牌企业 你说他们很狡猾也行 很差也好 很聪明也行 他们怎么样 同样的东西 Season 不同样的东西 他的档次有不一样的 同样一个型号的手带 皮包包包 他用的皮 坦白讲 哪有那么多好的皮 有些比较好 有些比较差 上雪茄 有些品质比较好 比较差的部分 他比较好的部分 还是卖回给他们欧洲 其他的国家 或者说卖到他们觉得说 像香港这种市场 可能从他们角度看说 消费者比较精明 比较精明 懂得欣赏他们的品味 这个玉本这种市场 然后他运到台湾 运到内地 中国大陆 都把四一等的缓施 七一等的材料 没错 没错 嘉辉博士说的这个符合了我多年的比较 我的直觉 我一直就觉得同样的牌子 我在香港拿到的东西 要比在大陆拿到的东西好得多 感觉大陆就是更烂一些 更差一些 更老一些 更旧一些 反正你商店里转了一圈以后 你觉得就把我们当傻瓜 他们说甚至是这个汽车啊 或者其他一些产品啊 那都叫人家给欧洲市场的 就叫加料炮制 给日本这种市场 就你们大陆人这帮 要不就是傻貌嘛 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自己制造炮到那里去搞乱 他的市场 而且你知道马卫都还没有想到一个奢侈品 帝国主义 奢侈品是这个西方的这个资本啊 帝国主义啊 给我们发动的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我 我跟你说 他让你上瘾 等一下要不要唱歌 他让你上瘾啊 他让你上瘾 上瘾之后 你把大量的财富 让你这个心富起来的人们 用在他的这个奢侈品上 用你这个理论来讲 那达芬奇这种以假乱争的方法 是打击鸦片战争了 是非打击帝国主义了 没错 达芬奇 这冒牌达芬奇啊 还立功啊 挨国有功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去学西方的这个魂 你有本事真的去 哪怕买本达芬奇的画册 学习学习 也比你折腾那个 那个那个真是繁琐丑陋的 这三十万一张床子 怎么睡啊 真天下 有值得的 但不是这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香港啊 也贵了 你知道你去这个什么太古广场啊 去哪儿你逛回街啊 我就发现跟前些年真不一样 虽然说大陆还是贵啊 物价比香港这个同样的牌子贵 但是香港现在也贵的 非现在啊 过去我还以为说几千块钱一件衣服 这就算是好衣服了 现在你去这些店里去 随便拿一件 就是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 非太平常了 你可能再买个内裤吧 就差不多吧 就你要接受这个 就好像你现在在香港逛街啊 中环的太古广场这种地方啊 你要接受随便一件东西 就是五千块钱 可是我觉得贵啊 你愿打愿挨没关系 你买到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觉得不值得 你说起太古广场啊 我那个记得有一次 买私装的经验 那时候是十四年前 一九九七年啊 为了迎接回归祖国 那我又去一个酒会嘛 那好吧 心疼一点买一件私装啊 不是一套的 只是一件外套 嘉辉博士这身材保持的 穿西装 能穿那种特时髦的西装 你看那个窄脸的这个 那是贵电视台给我的 怎么有点头皮屑 那那个私装啊 十四年前是六千块一件 一件外套 对我这种中产阶级很贵 六十四年前 算贵的 对 一买了回家 而且名牌嘛 VG牌嘛 一买了回家 然后放在那边 第二天酒会去穿 一穿整个扣子 全部松下来 我是不敢相信 我买六百块一件私装 都不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不光是中国什么假冒伪劣 就是西方这个品质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